布朗特地在旧金山建立了LGBT注册登记处 这是全美第一个 此时的美国刚刚冷战获胜 举国自信爆棚 全球化是绝对的政治正确 而LGBT政治化的本质就是为全球化服务的 拆掉一切民族国家乃至性别的壁垒 全球化资本才能无孔不入 对手根本接不住这张牌 于是布朗成功连任 这时候他已经66岁了 四年后任期届满70岁 想要更进一步当州长或者联邦议员的话 年龄不允许了 唯一的选择就是退休 但在退休前他必须安排好一切 在政坛留下有自己的势力才能安心养老 后面四年的任期 布朗最主要的安排就是提拔了三元大将 他们共同组成了布朗帮 三元大将分别是现在的副总统哈里斯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 和加州州议员马克莱诺 2003年在布朗的支持下 哈里斯上任旧金山地检 一上任 哈里斯就查办了拉米雷斯案 在哈里斯的严厉督办下 拉米雷斯被罚款43.2万 然后就结案了 北都罚款了还想怎样 至于亲奇利亚案 哈里斯直接无视 2010年 哈里斯更是当选为加州总检察长 在哈里斯的庇护下 布朗彻底不用担心了 有人说哈里斯后来背叛了布朗 理由是哈里斯公开批评了布朗 其实不然 他们本来就是盟友关系 几句不疼不痒的批评能算个啥 要是真背叛了 就应该拿当年的案子出来查一查 哈里斯没这么做 就说明两人私下关系挺好 只是表面演戏而已 原因也很简单 哈里斯升到副总统了 现在还想当总统 但是他小三出道这段历史 总归不太光彩 所以在表面上 要假装和布朗划清界限 其实布朗一点也不避讳 两人的关系 2019年布朗在旧金山记事报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标题就叫做 没错 我和哈里斯约会了 那又怎样 这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 没错 哈里斯是我的情妇 她一直在庇护我 你们又能咋地 但哈里斯在LGBT政治化上面 并没有太多动作 就是时不时和变装皇后合影一下 仅此而已 在推动LGBT政治化方面 真正恶劣的是 马克莱诺和加文纽森 马克莱诺 1951年生犹太人 自认为是LGBT 1998年被布朗踢拔 进入旧金山监事会 看到1999年 布朗打LGBT牌 成功连任市长一事 马克莱诺看在眼里 2002年 在布朗的扶持下 马克莱诺当选为州议员 随后马克莱诺就开启了暴走 他非常聪明 拉了个圈子 组建了加州议会 LGBT立法核心小组 这是美国第一个议会里的 LGBT核心小组 核心成员12名 全是LGBT 别觉得12个人少 加州众议院合计才80个席位 占比15% 这还只是核心成员 算上非核心的外围成员 起码有15个 当时共和党在加州的示威 还不像今天那么严重 两党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 也就是各40个席位左右 民主党有优势 但是还不算大 马克莱诺的小圈子 有15个席位 在党内是最大势力了 很多事情 他们不同意就无法通过 于是民主党的立法 事实上被他们绑架了 被迫不断满足他们的要求 马克莱诺先是力推LGBT 全面合法化法案 两次都在议会通过了 但两次都被州长施瓦辛格否决 马克莱诺等人上诉到加州法院 民主党早就控制加州法院了 2008年 法案被裁定通过 凭借这个功劳 马克莱诺在LGBT群体里封神 他的议员地位极其稳固 怎么选都是赢 看到他如此成功 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 效仿马克莱诺 在别的州也组建LGBT小组 绑架本党的立法 同时 马克莱诺还是 大麻种植合法化法案的提出者 2006年 该法案被通过 和布朗相比 马克莱诺明显激进多了 布朗玩弄身份种植 明显只是玩弄而已 并不真的信 而马克莱诺显然是真的信 至少他宣称自己是LGBT 关键就在于 如果想继承恩师的政治遗产 他就必须表现得比恩师更激进 而美国当时的社会环境 也朝着极化的方向前进 加州作为移民大州 自然是越来越白左的 马克莱诺的激进倾向 正好踩到了风口 2010年后 在奥巴马的放任下 大量非法移民涌入美国 民主党瞄准了这个票仓 不断进行特赦 仅2014年 奥巴马就特赦了500万非法移民 但非法移民的涌入 也导致了治安崩坏 以加州为例 2011年 加州的监狱已经人满为患 不得不提前释放了一批 犯罪性质 没那么严重的犯人 已腾出空间 不过到了2013年 加州监狱再次人满为患 大部分被抓的 要么是移民 要么是非议 这种情况下 马克莱诺看到了 头痛一头的机会 著名的47号提案 就是他最早发起的 这个提案的内容就是 大幅减少重罪 比如盗窃950美元以下 由重罪改为轻罪 按照他的计算 这样做每年可以减少 4万起重罪 虽然犯罪并未在实际上减少 但只要重新定义犯罪 犯罪就会名义上减少 2014年 47号提案被通过 我们要注意一点 法案只是规定 盗窃950美元以下 由重罪改为轻罪 没说完全不是犯罪 毕竟轻罪也是犯罪 让你进去蹲两个月 罚个18000的也行 但是我们知道 47号提案通过后 加州950美元以下的盗窃 完全合法化 不算犯罪 导致了广泛的零原购 这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就在卡玛拉哈里斯身上 别忘了 当时的哈里斯 已经是加州总检察长 加州检查系统的一号人物 不管你警察抓了 多少小偷盗窃 只要检查系统不起诉 那就只能放了 哈里斯就主张 950美元以下 直接不起诉 他的理由也挺政治正确 因为黑人犯罪率高 所以起诉多了 黑人进去就多了 就是种族歧视 为了减少种族歧视 干脆不起诉 哈里斯这么干 和马克莱诺的目的一样 通过激进的主张 抢夺恩施布朗的政治遗产 何况哈里斯自己就是黑人 这方面有着天生的优势 本来950美元以下是轻罪的 这下成了无罪 在47号提案上的激进表现 让哈里斯在加州白左群体里 收获了极大的人气 成功在2017年 当选联邦参议员 2016年 董王瓜起MAGA旋风后 美国社会氛围继续朝着 极化发展 白左更左了 马克莱诺的摩证程度 也更上了一个台阶 他提出了公平教育法案 将LGBT内容 强制纳入加州中小学的教科书 而且要大奖特奖 考试要重点考 并鼓励孩子们做变性手术 这是多么的歹毒 当然 马克莱诺再摩证 哈里斯再激进 没有行政系统的配合 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因为所有法案 都需要行政系统的通过 更需要行政系统配合执行 这时候 布朗邦的最后议员大将 加文纽森出场了 加文纽森 1968年生 他认为自己在政坛上 有几个优势 一是长得帅 很受女性选民欢迎 二是奋斗经历 他经常在公开场合回忆 自己家贫 父母又离婚了 母亲为了养活一家人 不得不打三份工 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 这些是真的 但不全是 纽森并没有说实话 他的父亲威廉纽森 不仅是加州上诉法院的法官 颇有人脉 还是盖蒂家族的家臣 盖蒂家族是美国石油巨头家族之一 60年代就有了12亿美元的资产 到了今天 盖蒂家族的资产 早就破百亿美元了 威廉纽森和盖蒂家族的 第二代掌门人 戈登盖蒂 是同一个学校的铁哥们 基于这层关系 戈登盖地 对加文纽森相当照顾 纽森大学毕业不久 戈登就自助他开酒庄搞房地产 帮纽森赚到了第一桶金 然后戈登给纽森牵线 让他拜布朗为恩师 布朗很快把这个图儿 安排进了交通委员会 先做委员 一年后任主席 2004年 布朗市长任期到了 便扶持纽森竞选 纽森轻松获胜 纽森刚一上台 就模仿恩师的路线 进行了一波激进操作 他签署了LGBT婚姻合法化的政令 让旧金山成为全美第一个 这样做的城市 不久后 纽森被竞争对手 爆出多次出轨和腐败的丑闻 但这些都被纽森一一化解 因为纽森发现 只要自己沿着恩师的政治路线 激进的狂奔 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选票 就能轻松连任 2011年 纽森晋升为副州长 前面所说的 47号提案和公平教育法案的通过 纽森都出了大力气 凭借这些功劳 2018年 纽森成为加州州长 这可是民主党太子的位子 2024年7月19日 纽森还亲属了AB1955号法案 这个法案 使加州成为了全美第一个 禁止学校通知家长 孩子变性倾向的州 仔细看这些魔政法案 流程基本是一样的 先由马克莱诺创建的 LGBT核心小组提出 由于LGBT小组 已经绑架了民主党 共和党又在加州示威了 所以他们提的法案 就没有不同过的 再由州长纽森签署 纽森根本就不反对 他甚至比法案的提出者 更积极 那如果遭到反对 出了事 法官非要判刑咋办 哈里斯在加州 检查系统那么多年 不是白呆的 只要不起诉 刑事案件 根本到不了法院 布朗邦的三员大将 为了争夺恩师的遗产 互相配合 比拼谁更激进 最后 三人中 除了马克莱诺 没能高声外 其余两人 一个成了总统候选人 一个成了民主党太子 但代价就是 加州乃至整个美国 在布朗邦的裹挟下 朝着深渊狂奔 在布朗乃至布朗邦之前 LGBT充其量 是一种个人表达 并未被摆上政治舞台 更没有被强推到全世界 正是他们四人 开启了LGBT政治化 乃至产业化的浪潮 没错 LGBT在今天的美国 已经是一种产业了 按照美国一家机构的调查 2023年 美国的变性手术市场 超过100亿 并且增速很快 预计2030年 将超过400亿 试想 如果美国所有州 都像加州那样 强制LGBT化 每一个学生 都被引导做一次 变性手术 那将是多么巨大的 一座金山 这还只是学生 要是成年人也做一次呢 或者一个人做两次 甚至好几次呢 如无意外 变性手术各种药物 以及保险和配套的 硬件软件 将成为 加州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这引来了 众多医疗机构的垂涎 尤其是整形机构 因为整形和变性 有一定的共通性 进军这个新市场 比较方便 从2017年起 美国整形外科医生协会 并公开反对 限制儿童 做变性手术 并大力资助那些 赞同LGBT的政客 加文纽森 就是其中之一 到这份上 加文纽森 就算想踩刹车 也不可能了 早就有人看出 所谓LGBT 这种身份政治 不过是用竖切的方法 掩盖矛盾罢了 布朗过往数十年的操作 就是典型 每当他在政治上 遭遇挫折时 就会通过激进的支持LGBT 隐君子和黑人 来巩固自身的支持率 而布朗帮的三元大将 无论是哈里斯 莱诺 还是纽森 都有样学样 甚至比恩师更激进 是他们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先例 打破了一项又一项记录 但这显然不是好事 至少从巴黎奥运的开幕式来看 他们打开的不是宝盒 而是潘多拉魔盒 当LGBT的政治化 进入产业阶段后 这个已经被打开的 潘多拉魔盒 就很难再被关上了